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爱心志工陪着孩子玩一个下午 让爸爸妈妈可以暂时休息一下放松心情 而另外一方面 对听笋儿来说 也可以学习团体生活 真是一举两得 等候时间 陈爸爸和妈妈不忘记拿着自制的教材 陪今年刚进小学的宣宣念书 而这一头已经小五的佳贤 妈妈则是耳提面命要她大方一点 而轩轩父母也是 不舍得跟孩子说再见 还拜托爱心志工代为照顾 孩子高高兴近的跟大哥哥大姐姐们去逛天文馆 这时候爸爸妈妈们才能暂时松了一口气 得到一段小小的喘息时间 因为如果我们带她来的话 我们要一直陪她 只要陪她讲 然后跟她讲解什么 然后终于可以别人讲给她听 我不用再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我也不懂 然后她要想很久 然后终于有别人可以帮她这样子讲解给她听 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而轩轩的爸爸妈妈 则是手牵手散步去 坐在椅子上看看报纸 是结婚十年来最奢侈的享受 我们这种听损儿的家长 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时间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不够用 白天上班晚上教她 能剩下教她的时间 因为工作已经很累了 那再教她的时间扣掉 已经很少了 教育听损儿的辛苦一箩筐讲不完 不过现在孩子暂时不在身边 夫妻俩可要好好享受两人世界 有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帮我们照顾这个小朋友 然后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出来 就可以回去像以前啊 谈恋爱的那个阶段一样啊 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好 爸爸妈妈在外头重温往日甜蜜时光 而小朋友在里头学习也没停着 小朋友不只完成一片 跟着导览大家收获满精能 有志工陪着学习 听损儿可以借着这样的团体活动 学到不同的生活经验 而在此同时 父母也可以适度放松平常照顾的压力 加油听损儿的家长 您累了吗 喘息一下吧 记者程秀琳 郑凯文 台北报道 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宝 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幸的孩子 他们被父母亲遗弃了 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 最近这两年 平均每天都有小孩成为弃儿 而他们被丢弃的地点 包括了有路边 公园 或者是垃圾桶里头 令人难过的是 这些弃儿的死亡率也创下了新高 影片中的孩子们 一个个天真无邪地玩着玩具 但他们一出生的路 就比一般同年纪的小孩子更加辛苦 他们的父母都是在没有医院 或无能力照顾的情况之下 将他们遗弃 而他们其中有将近三分之二 都是未会生子的年轻小妈妈所生 小爸爸小妈妈 可能他们的性行为发生的程度 其实状况比较多 所以他们在无力照顾的状况下 就会直接做丢弃 那所以在这几年 您也可以发现 其实妻婴的比例越来越高 那致死率其实是比较高的 就是因为年纪太小 没有经济能力 又不知道如何抚养孩子 孩子一出生就将他们丢弃 而根据儿福联盟的统计 从今年1月到现在 就有30个孩子 被未婚生子的年轻妈妈丢弃 其中7人死亡 死亡率高达2成3 也创下4年来的新高 很多孩子一开始被丢弃 都丢弃在这种很偏僻的海边 或者是山边 甚至有的就直接丢到垃圾桶了 因为他年纪比较轻 他比较不知道 用一些比较成熟的方式 来怎么样处理 比如说打电话 给这一些专业的机构等等 经济不景气 也是导致孩子被遗弃的原因之一 从去年开始 平均每个月就有38人 也就是说 每天就有1.2个孩子 一生下来就被遗弃 为了帮助这些孩子找到幸福 儿福联盟呼吁 希望有更多有爱心的民众 站出来帮助他们 让这些孩子 也有享有幸福的机会 记者黄千秋福财 台北报道 我们都知道 酒后驾车的肇事率 非常的高 如果车上刚好载有小朋友 就更容易酿成悲剧了 而现在有立法提案 要修改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针对酒驾 并且搭载儿童的行为 要提高法则 要调扣驾照两年 但是对于这项修法行动 有民间团体认为 除了在国会订定法令之外 基层远景的执行力更是重要 否则保障儿童安全的用意 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实 就算警察加强取缔酒后驾车 但酒驾肇事的事件 还是层出不穷 酒驾除了维持重罚 立委担心酒驾 因为危害到车上儿童的安全 变成无辜的受害者 因此提案要修法 加重刑罚合罚款 小孩子他不懂嘛 也不能反抗 所以说间接的话 变成是虐童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应该加重 这个驾驶人责任 让他这个心生警惕 根据目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对酒驾的罚则除了最高罚还6万 以及相关吊扣驾照 吊销驾照等规定之外 还要增加一项 酒驾搭载14岁以下的儿童 将吊扣驾照两年的重罚 有小孩的家长听到这样的修法方向 站在保护儿童的立场都很赞成 定了他也不见得守法 可是你不定他绝对不会遵守 那也许对有些人 就会有二职的作用 我觉得很好啊 你小学长都没在肯定 也就很难 算父母都很支持修法 长期关注儿童交通安全的 民间团体也乐观其成 不过他们也担心 如果只有修法 却不注重实际的执行力 恐怕效果还是会打折 为什么他酒驾 然后他又同时会宅父孩子 这样子的就是 生态到底是 怎么样的父母会有这样子的需求 应该是去了解这个 然后去做一些安全的宣导 而不是只是定个法令 然后要罚钱 但是我们警力也没有那么样的充足 最后还是会落入就是 无法执法的情形 民间团体认为 杜绝酒驾不是只有靠立法 就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如果政府不从酒驾族群 直接宣导防范 再多的立法 恐怕也无法保证儿童的交通安全 谢谢小朋友组台北报导 动动双手 搭起无声的桥梁 我是王小叔 今天来学跟教育有关的首语 你高中毕业 你高中毕业 要出国留学吗 出国留学吗 我接下来 我看你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